靠着团队成员无私的配合下 神捲局开始在WWE展露头角 不但人人手中一条冠军腰带 来收到了来自老麦的祝福 让本来就已经肆无忌惮的神捲局 变得更加胆大妄为 而为了捍卫团队得来不易的荣誉 神捲局不惜使用各种手段 对付威胁团队利益的任何选手 于是就在RVD夺下了挑战美国冠军的机会后 神捲局把矛头指向了这位最具竞争力的挑战者 即使有着最强壮男人的护驾 神捲局也根本不放在眼里 直到最巨大的体育选手之一 Big Shaw的登场后 神捲局这才有所收敛 并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Enbro吃下了五星蛤蟆弓 败给了潜在对手RVD 然而就在两人的夏日狂潮比赛上 虽然RVD在Henry与Big Shaw的协助下 做好了充分的防范措施 以避免神捲局从中作梗 但却始终摆密一输 就在RVD历尽千辛 执行大招五星蛤蟆弓 互相对手Enbro后 雷恩斯使出Spear撞倒了RVD 导致RVD通过取消资格赢下了比赛 而神捲局则因此保住了美国冠军头衔 你好欢迎来到绿眼睛频道 今天绿眼睛将为大家带来 大狗的故事第三篇 在影片开始之前 记得点赞与分享 你的支持是眼镜兄的动力 结束了夏日狂潮比赛后 神捲局参议了 大锤子与布莱恩之间的斗争 就在蓝迪奥顿通过对线公文包合约 赢下了WWE冠军后 大锤子向蓝迪给出了奖励 送了摔三代一台名贵的凯迪拉克 但就在蓝迪欣喜若狂的时候 布莱恩却为蓝迪带来了一个惊喜 把Yes的口号布满了整台凯迪拉克 并誓言会在冠军之夜比赛上 重脱WWE冠军头衔 于是为了让布莱恩对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大锤子派出神捲局向布莱恩发动了攻势 希望透过神捲局的能力 交落布莱恩的锐气 可让大锤子意想不到的是 三个臭皮匠进敌不过一个布莱恩 三人被Yes Man打得狼狈不堪 于是就在主裁判宣布布莱恩赢下比赛后 神捲局破坏了规则 将布莱恩展开了攻击 虽然场边占满了40位WWE超级巨星 但在大锤子的淫威统治下 即使目睹了这场霸凌事件的发生 却没有一位选手愿意出手相助 眼睁睁地看着神捲局 向已经无力抵抗的布莱恩 投下了强力炸弹摔 接着再由兰迪奥顿完成大招RKO 关于大锤子对布莱恩的气压行为 米兹、Bickshaw以及豆腐先生对此表示了不满 并公开向WWE高层放话 不应该让大锤子自首遮天 但三人的反对声音很快便得到了回报 米兹获得以兰迪对战的机会 当然他不可能赢得胜利 而豆腐先生则在以神捲局的比赛中 吃下了强力炸弹摔后 俯手称臣 Bickshaw则被迫坐在播报员区域目睹这一切惨案的发生 随后还在大锤子的威胁下 Bickshaw与布莱恩进行了对战 而就在Bickshaw打倒了布莱恩 并准备使出KOKO拳 终结对手的时候 心软的Bickshaw还是下不了手 选择退下了比赛擂台 但大锤子却不愿就此罢休 派出神捲局攻击的布莱恩 并阻挡了Bickshaw的去路 命令巨人立刻回到擂台 打出KOKO拳 然而就在哭成累人的Bickshaw拒绝这么做之后 大公主来到了现场 再向巨人给出了一番田野蜜以后 Bickshaw最终还是乖乖就范 像已经失去意识的布莱恩 打出了KOKO拳 而在接下来的冠军之夜比赛上 神捲局虽然顺利捍卫了各项冠军荣誉 但兰迪奥顿却惨召滑铁炉 输给了对手布莱恩 失去了对WWE冠军的统治 可大锤子却以主裁判独秒太快为由 剥夺了冠军头衔 并指责布莱恩与裁判勾结 骗取冠军荣誉 接着还安排了雷恩斯向布莱恩做出惩罚 而尽管大口占尽了所有优势 但却还是逃不过Yes Lock 被布莱恩锁得欲死欲先 而兰迪虽然及时给出了炎柱 但却成为了踢醉羔羊 反被Yes Lock困住了自己 一旁的神盾局立刻做出了补救 将布莱恩进行了打击 而获救后的兰迪 则利用铁蚁夹在了布莱恩的头部 准备使出住院角 向其做出惩罚 所幸众选手及时攻入了比赛区域 将神盾局一行人打下了比赛擂台 这才避免了布莱恩遭受更严重的伤害 就在多名选手挺身而出 为布莱恩打抱不平之后 大锤子决定让这十位参议研究布莱恩的选手 以布莱恩搭档向其做出挑战 而大锤子将会派出神盾局接受应战 对于被大锤子无尽其用的神盾局 必须打一场高难度的浪分比赛 战人必须面对十一位超级巨星 比赛一开始 Embrot便率先淘汰了带上上阵的RVD以及Kofi 雷恩斯则以大招Spear搞定了Titus Justin以及Zuck Rider 但就在组绝布莱恩登场后 体力逐渐消耗的雷恩斯被打得难以招架 接着在乌塑兄弟的联系打击下 雷恩斯被Z通过压制输掉了比赛 而这也是雷恩斯职业生涯中 首次被对手完成压制 他的失败也对两位战友带来极大的打击 Embrot被一招Jick Jack摔下后失去了能力 被豆腐踢出了比赛 孤近作战的Rolin则被对手们进行了围翁 虽然雷恩斯与Embrot尝试给出研究 但在豆腐与乌塑兄弟的精彩飞步下 两人被挡在了擂台之外 最后在布莱恩使出头锤大招以及Running Nick之后 神盾局吃下了败仗 被布莱恩搬回了一层 就在输给了布莱恩不久后 神盾局接受了一项新任务 参与了大锤子夫妇与罗德家族之间的斗争 为了家族在WWE的未来 老罗德带着两位儿子小罗以及Godas 与大锤子夫妇进行了对峙 争论着家族在WWE的生存问题 老罗接受了来自大锤子的条件 只有在Battleground比赛上打败神盾局 大锤子才能确保继续聘用罗德兄弟 而就在两大家族完成谈判 并准备离开赛场时 神盾局做出了袭击 雷恩斯使出spear撞倒了最具攻击力的Godas 接着再合力向小罗进行围殴 老罗虽然拿起了铁蚁准备进行反击 但奈何年事已高 不但无法为对手带来任何的威胁 还眼睁睁地看着小罗吃下了强力炸弹摔 而幸运的是 在接下来的Battleground比赛上 罗德家族还是顺利打败了神盾局 保住了在WWE的位置 就在神盾局失去了踢走罗德兄弟的机会后 团队成员雷恩斯与洛林 很快变位置付出了代价 在接下来的洛节目中 罗德兄弟向两人发出了挑战 预定了一场双打冠军比赛 过程中雷恩斯本想利用铁蚁的威力 打击小精人Godas 可却被身手敏捷的Godas做出了逆转 反将铁蚁击中了自己的胸口 而就在雷恩斯与洛林都无法减弱Godas的作战能力后 Embror干预的比赛 向Godas发动了攻击 而老当异壮的Godas却丝毫不为所动 Embror的行为就犹如蜻蜓点水般无关痛哑 直到雷恩斯使出Spear将对手撞进观众席后 这才成功减弱了Godas的进攻能力 然而就在Embror以为 换位冠军容易将不成问题的时候 Bickshaw却来到了体育馆 利用KOKOK拳打倒了Embror与洛林后 使出一招眼镜胸见过最强的KOK拳 打中了雷恩斯 对 这绝对是最强的KOK拳 因为Bickshaw的拳头并没有直接打在雷恩斯的脸上 居然是靠着出拳时所产生的冲气波 击中了雷恩斯 而这一股神一般的力量 也导致雷恩斯彻底失去了抵抗能力 被小罗完成了压制 失去了双打冠军容易 不服气的大锤子虽然赶到了现场 但青州已过万重山 Bickshaw早已逃到了安全区域 与观众们分享这胜利的喜悦 雷恩斯与罗令参与了第一挑战者比赛 以巫朔兄弟竞争挑战双打冠军的机会 然而在巫朔兄弟那飞天盾地的攻势下 雷恩斯与罗令不但被对手完全掌控了局势 甚至还难以找到突破的机会 而眼看情况不妙的Enborough 而向一旁的罗德兄弟进行挑衅 故意挑起两人的不满 并与其大打出手 而就在台上的选手也陆续加入这场纠纷后 因失去控制为由 主裁判宣布停止了比赛 神盾局本想将GODAS送进比赛区域进行打击 但在小罗与巫朔兄弟的极力阻止下 神盾局最终功亏一篑 被打得犹如过街老鼠 逃进了观众席 自从神盾局与大锤子混在一起之后 团队的战斗力似乎出现了走下坡的趋势 不但多次无法顺利完成任务 甚至还失去了双打冠军容易 索性在与巫朔兄弟的比赛中 靠着Enborough的机制 雷恩斯与罗令保住了一丝的希望 而两人又能不能够获得挑战冠军的机会 一眼睛会在接下来的影片中为大家一一道来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也对大狗的故事有所了解 欢迎留言与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